今天來給你們看我的秘密武器 每次把這個拿出來的時候呢 我都可以好好的利用至少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做一些我可以去做的事情 這是一套妖怪的書 然後呢它的字很大 還不錯啦沒有很大 不過看得很清楚而且每一排就是分得很開 然後裡面呢它可愛的地方就是講不同的妖怪 這是城市裡的妖怪 聖地裡的妖怪 海洋裡的妖怪還有校園裡的妖怪 小朋友每次看到這個就瘋狂 可以看到就是不想吃飯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可是它裡面就是講一些妖怪 可是不可怕都很可愛 有一些地方可怕 可是它都會告訴你怎麼去解除妖怪的那個方法 所以城市我們上次看的什麼 我陪它看他們看的都比我多 我上次陪他們看的是這個 森林裡的小妖怪 這是書裡面全部的妖怪 然後它書後面呢都會跟你講說 誒書裡面的每一個妖怪是誰 然後他們很喜歡看下面這些 比如說他們的稀有度 危險度 比如說這個不是很危險 它只是來嚇嚇你而已 然後這些 他們很喜歡看這些 我老大都把它背下來了 就是一些 可是他們很喜歡 兩個人很喜歡翻 你看每一個chapter 都是一個妖怪的故事 這個呢叫做鐮刀柚 然後它說 當你走在山裡的時候呢 靠靠近地面的地方 有時候會刮起一陣旋風 隨著這股旋風而來的正是 鐮刀柚 你看 飛過來了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它說 它的手腳都是非常尖銳的鐮刀 它會用鐮刀割傷人們的小腿 然後又隨著這個旋風呢 呼嘯而去 你看還可以學一些詞語 呼嘯而去 然後 如果它 我看 我說 你如果被它弄到的話 你是 後 後知後覺 發現有傷口的時候呢 才會立刻感到劇烈的疼痛 所以你剛剛被割到的時候 會怎麼樣是回到家裡頭才開始 嘩嘩嘩嘩 那小朋友這時候看到這邊就很緊張啦 那怎麼辦呢 他就會每一個 每一個chapter他會跟你說齁 該怎麼辦做 才不會被鐮刀柚割傷呢 其實只要在地面上刮起旋風時 雙腳用力的往上跳就好了 嗯 通常它的原因 那個解決的方法都 很傻 然後很簡單 可是很容易讓小朋友懂 你看 這樣子就不會了 就不會被它刮傷了 還有很多其他的 這個叫做洗紅豆鬼 如果你走在河谷邊 聽到這個沙沙沙沙沙的聲音的話 就會有這個洗洗紅豆 洗洗紅豆的那個 的妖怪 假如有人因為好奇 所以想走近看看是怎麼回事的話 就是你聽到沙沙沙沙的聲音 跳到那溺水的人身上 抓起那個人 沙沙沙的洗一洗 它會幫你洗一洗 接著 咔滋咔滋的大口吃掉它 哎呦 這個吃掉就有點可怕了 你看 太小的小孩看這個可能會害怕喔 我的三歲還好 他看到這個覺得很稀奇 然後他就會接著問媽咪 這是真的嗎 我說不是是假的 他說為了避免發生這種可怕的情況呢 只要遠離他的歌聲就好 但是如果還是不小心 遇到了洗紅豆鬼的話呢 該怎麼辦才好呢 他說遇上洗紅豆鬼時 你只要像蟲子一樣 一邊不斷上下揮舞你的雙手 一邊對他說 像鼻蟲像鼻蟲 紅豆像鼻蟲 你的骨倉裡爬滿像鼻蟲啦 然後他這個鬼就不會來找你 洗紅豆鬼就會 慌慌張張張的趕回家 這樣就不用害怕啦 因為 像鼻蟲是最喜歡吃紅豆的害蟲 你看 很好玩吧 這一套非常的 我覺得雖然是妖怪 然後畫的都醜醜 可是感覺上還是很可愛 嗯 還有 一本是 也是一樣的作者嗎 我不知道欸我看一下 好像不是一樣作者 另外一個有這個妖怪 不想讓你知道的50個秘密 就是很多妖怪的問題在裡面 這是不同的作者了 從我們還沒有開始看 可是通常在那個博克萊網站上 他就是欸有買那套的人都有買這一本書 如何知道妖怪在我身邊 反而很多的問題 這個字就比較小一點了 可是還是 我從來都不知道說妖怪的書這麼的受歡迎 所以 很建議你們就是買至少這一套 大大的 大大的建議你們買這一套 然後這個可能會就是比較難一點點吧 他上面說小 小學一年級以上跟親子共讀 然後三年級以上可以自行閱讀 所以 這個對我看也是 我覺得裡面有一些topics好像比較難一點 這個大概 對 三年級以後再看這樣子 也不會很難懂 可是就是 我剛剛有看到什麼 鬼該會看到 看得見我們嗎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一個什麼 男朋友女朋友的 小朋友比較容易看到鬼怪嗎 像這種東西 就是小孩子比較難理解 可是這個呢 我覺得一年級就可以了 這個很簡單 我的小小的三歲的 就是我有唸給他們聽 然後他 我就是故意只唸一本 然後他們就很愛啊 很愛了以後呢 我就不唸了 然後他們就自己拿起來 然後就是自己去 去慢慢的唸這樣子 然後很快樂唸得很開心 這樣子可以一直翻個一個小時 那我真的需要辦事情的時候 我就把這一套拿出來 也不能常常拿出來 所以上個月拿出來一次 昨天晚上拿出來一次 然後 哇 真舒服 好啦 就這樣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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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